豆芽 粉条和香菜 裹在一起一炸 竟成了人间美味 天津卷圈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乐乐 今天带你们感受一下 天津街头的人间烟火气 这个小摊位在河北中心小学对面的小区入口 爷爷奶奶卖卷圈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 卷圈用的是传统的油豆皮 裹满豆芽菜和粉条 再用面糊封口 这种做法可以保证豆皮酥脆 同时里面的馅又不会很油 小小的摊位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 除了附近的居民 还有我这样慕名而来的吃货 我已经买完了 卷圈是4块钱一个 大饼是1块钱一角 这么卷着趁热吃才有灵魂 这米搭配好好吃啊 这米咬下去 满嘴都是里面豆芽菜 粉条 香菜 还有豆腐乳里面应该也有 麻将应该也有 味道特别好吃 这个卷圈 虽然它是个油炸食品 但是我吃着一点都不油腻 特别是它里面的豆芽菜 非常的爽口 要是现在再给我配一杯豆浆 那就更完美了 可惜啊 这里没有卖的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家路边摊啊 它的优点呢 就是用料特别足 然后味道非常的正 卷圈配上大饼 完全可以当午饭吃 非常顶饱 缺点呢 就是位置比较偏 不太好找 然后人多的时候还需要排队 所以想吃的朋友要尽早来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啦